好 我请教一下怡静 你是科技公司的执行长 你也熟悉这个软体平台跟网路平台 你怎么观察科技寡头 这一连串的追杀川普跟川粉 OK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那个川普的支持者 可以说是群情激愤 他们觉得说美国不是一直讲说 他们是最注重那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吗 为什么这几个科技寡头 可以决定人民什么东西可以看 什么东西可以不看 甚至于连美国总统的言论都封杀了 那很多人都认为说 他们这样做应该是违法 甚至违反美国的宪法 可是我们如果说 仔细来看美国的宪法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这些科技公司 他们所作所为 并没有违反美国的宪法 因为美国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保障 是来自于宪法第一修正案 然后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条文 它只规范说 政府不能去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 它并没有规范说 民间的媒体的老板 他可以决定说 他可以登什么文章 他不可以登什么文章 这在很多的判例里面 都是很明确的就指出来说 宪法第一修正案 只规范政府 不规范民间机构 那再来呢 是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里面 它有一个强调的事情 就是说 你必须是和平集会 你要集会的话 你必须是和平的集会 然后你的言论自由呢 也是不能说 去主张那个暴力的集会 或者是暴力的行为 那现在这些美国这些科技巨头呢 他这样子来修理川普 他们其实讲的 就是指了这个部分 他们认为说川普的这些言论 他讲的已经不是和平集会了 所以那些还是有一些人支持 那个这些科技巨头 来限制那个川普的言论 那川普可能的反击方式有几个 就是川普阵营反击方式 第一个就是寻法律途径 来控告这些科技巨头 但是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说事实上 依照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事实上这些科技巨头 它并没有违反美国宪法 然后第二个可能是什么 就是川普他自己去设立 他自己的媒体 可是这个时候又遇到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网路效应就是大者恒大 你越 然后如果川普 他去创立一个社群媒体 就算他有七千万个使用者 他跟Facebook去比 跟Twitter去比 还是比较小 然后这个网路效应的关系 他很快就会被打败 这个再举两个例子 就是说一个是 那个几年前当韩国艺很红的时候 他创了一个APP叫做 那个一只穿云剑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再怎么红 他创了这个APP 因为缺乏这个网路效应 很快大家就忘记了 还有郭文贵 他也创立一个叫郭媒体 叫G News 那也是都做不起来 但是川普不是郭文贵 川普也不是韩国瑜 川普有七千五百万的盘 对 他七千五百万的盘 但是你跟Facebook 我说你个数学 我如果是川普赶快架一个网站 然后快速的弄一两千万人进来 然后我这个网站 这个平台就差不多要IPO了 是是有这个机会 拿去那斯大IPO就发大财了 今年那个选举开销的钱 从IPO身上就可以绕回来了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网路那个所谓这个网路效应 在那个社群媒体里面 很多人是来看来吵架 或者来看人家吵架 那如果说川普 他自己去做一个社群媒体 等于说他是经营一个频道 在这里面的 大家意见都一样的话 这个精彩度就不足了 虽然说吵架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绝大部分人上那个社群媒体 就是来看别人吵架 有些在政治这方面 所以在这方面 我个人是不怎么看好的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那个就是川普 跟那个Twitter还有Facebook 他们就妥协 那为什么 我是认为这是蛮有可能的 因为网路效应的关系 所以川普事实上 可以为Twitter和Facebook 带来很多的粉丝 如果Twitter和Facebook 突然之间丧失了 七八千万的user的话 那事实上 他这个网路效应就会缩减 那事实上他也有这个危机 就是他会被别人取代掉 优优独播剤梅 O